赵秀每天都会陪他去广化寺 虽然他心里也为祖父与父母难过 但去了十来天后 他越来越觉得 这种做法真的很浪费时间 他每日早出完规 在书画方面的练习已经断了十天以上 家里一堆琐事也来不及处理 还有搬家的日子一直没定下来 他也有很长时间没去看望广平王了 他有那么多的事需要做 为什么要将时间花在念经和发呆上呢 他私下跟兄长赵伟抱怨 赵伟只有叹气 哎 祖母心里十分的愧疚 他既然打算这么做 我们也只能陪着了 家里的事你不必操心 只管陪祖母去做法事吧 我虽然在家读书 但每日抽一个时辰出来 帮你料理家务 还是可以的 赵秀不以为然 一个时辰够你看一本书 写一篇文章了吧 哥哥要准备八月的秋围 本来就时间不足了 为了书馆的事 还要时不时地出门拜访宝学之事 向他们请教学问 讨要藏书与文章 哪里还有时间料理什么家务 这些事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大不了我让管事的人 每天晚上过来向我汇报就是 白天里有卢妈看着 家里也乱不了 只是我觉得有些对不住卢妈 明明她都是自由身了 我还要劳烦她来家里 做下人的事 赵伟微微一笑 卢妈不会在意这些 她还巴不得能帮得上忙呢 至于管家的事儿 若妹妹觉得无妨 那就继续辛苦妹妹了 若有为难处 一定要跟我说 其实书馆的书 已经收的不少了 一家兄弟清点过 约有两万多本 我估摸着 已经可以撑起场面了 接下来几个月 我应该不会再继续上门 向人讨要藏书 倒是可以向几位 已经熟悉的大家 请教学问 那就不会太忙碌了 家里的事情并不多 有需要时 我帮着料理一下 也不费事 至于搬家的事儿 还要等祖母她老人家 乐意了才好 赵秀对此倒没什么 只是她觉得 张氏放任自己沉浸 在目前的情绪中 实在是没有必要 虽然赵炯与牛氏 留下的破绽挺多 但一般人 谁能想到呢 没能在凶手活着的时候 将她绳之于法 确实挺可惜 白白放走了牛氏 也是件令人懊悔的事 但也就是仅此而已 赵炯已经死了 死得很痛苦 只是少算了一个罪名 牛氏只剩下半条命 等他们知道了他的去向 再行报复 也是极容易的 张氏整日的敲经念佛 向老郡公忏悔 实在是有些过了 张氏所犯下的最大的过错 就是在面对赵炯与牛氏的威逼时 一再退让 半丧礼时退让 他轻易地被赵炯的无理指责打倒了 哪怕说出了 为何不让我见郡公爷最后一面的话 也没有发现其中的奥妙 并且争取出现在灵堂上的机会 长达百日的摄灵期 他竟然完全没有接触到外界 向外人说出心中的疑虑 也没有见到先帝 明明当初先帝皇后 曾不止一次派公使来看他 可他都没有说出半句抱怨赵炯的话 他觉得自己不该告状吗 还是生怕一告状 别人就要指责他 其实是盯上了爵位 要知道 如果他当时对赵炯有一句的指责 赵炯绝不会那么轻易地过关 那时老俊宫还未入土呢 要是有人开关查看 赵炯的罪行根本就无从掩饰 分家时退让 他觉得自己不差钱 不跟继承人争家餐 是高尚的行为 可事实上不过是助长了赵炯与牛氏的气焰 也因为他软弱好期 掌房的玉大老爷 也帮着赵炯欺骗他了 扶灵回乡时退让 他觉得回老家也没关系 没想到会变相地葬送了儿子媳妇的性命 也致使老军宫入土后再度被启关 打扰了他死后安宁 如果当日他咬紧牙关不肯移灵 谁还能逼他不成 赵炯当时刚传过来 亲眼目睹了他一再退让的过程 心里其实对他的做法是大不以为然的 也许张氏认为 不与人相争是美德 可是面对赵炯与牛氏这样的人 退让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 赵炯与张氏做了十来年的祖孙 心里对他的感情很深 可是感情越深 有时候就越觉得他做了错误的决定 可惜张氏是长辈 赵炯每次不同意他的决定 都会被他视作是叛逆的举动 是孩子气的行为 得到的只是斥责 赵炯看着他现在沉迷于宗教慰藉 却无视了现实中的亲人的做法 真的有些气恼 老郡公再好 也已经去世多年了 他能不能多关心一下 还活着的孙子孙女 这份气恼在三月中旬时达到了高峰 这一日 张氏忽然问了赵炯一个问题 秀姐 你说 我们回奉贤老家好不好 赵炯愕然 什么 你想回去 哎 是啊 我想回去 你们祖父还丧在那儿呢 一想到他孤零零地埋在土里 我们却远在千里之外 我心里就难受 我想告诉他一声 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冤屈 没能替他报仇 都是我的不是 说着说着 他就哽咽起来 赵炯深吸了几口气 然后尽可能地冷静地问他 祖母 您知不知道 祖父的忌日快到了 我们说好了法事要做到那一日的 以后我们还要搬家 将现在的房子空出来 改建成书馆 这是以父亲的名义建立的书馆 非常的重要 全京城的人都知道 我们打算在秋为前开馆的 您打算在这时候回老家 那书馆怎么办 建南侯府若是言而无信 祖父的名声不会受损吗 张氏一呆 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好吧 那就等书馆开了再回去 三房会有人来操持书馆事务的 他们是稳当的人 书馆交给他们 我们即使留在老家 也能放心 赵秀握了握拳 正色的道 书馆开了之后 就是秋为了 祖母 哥哥今年要参加秋为 您还记得吧 圣上特许他在京应市 他不可能回老家去考了 您要回老家 是打算长住还是小住 若是小住呢 还罢了 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找个时间回去一趟 顺便记个组 哥哥席绝后 还未记过组呢 也可以让族人高兴一下 但若是常住 您不打算让他入朝了吗 不管他荆轲 是否得中举人 他都要留在京城 才能得到圣上的重用 想必祖父在天之灵 也更希望他的子孙 能够出人头地 重振门楣 而不是儿女情长地 守在他的坟墓边 呼呼啼啼地 做孝子孝孙吧 张氏已经完全呆住了 他用不敢置信的眼神 看着孙女 赵秀却忍不住 红了眼圈 起身跑出了门去 赵伟站在窗边 看着屋里还在 生闷气的赵秀 微笑着 柔声地劝道 妹妹别难过了 祖母只是一时糊涂 想岔了而已 她其实根本 就没有想太多 不过是忽然有了个主意 就跟你说了 等我们劝过她 她自然会明白过来 事实上 你跟她说了事情的利弊后 她已经明白过来了 赵秀抱息 握在床铺的角落里 脸上绷得紧紧的 真是谢天谢地 她能明白过来 真是让人惊喜 我就怕她还像之前那半个月一般 钻了牛角尖出不来了 看来祖母还没糊涂到底 不会真的把你这个 唯一的孙子的前途 当成儿戏 赵伟暗叹一声 语气放得更柔和了 妹妹 你也知道祖母的脾气 她并不是不重视我们 只不过是 太过的思念祖父了 祖父的死 让她无所适从 悔恨无比 我们不也非常地沮丧于惋惜吗 更何况是祖母 她素来心思细腻 又对祖父一往情深 会想差了 也是人之常情 赵秀掀起床杖 看向窗外的兄长 哥哥说得真轻巧 好像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 你自大年后就一直在为秋为苦毒 算上先前的十年 你为这一天下了多少的功夫 眼看着就只剩下几个月了 皇上还跟你有过约定 祖母轻飘飘一句 我们回去陪祖父吧 就把你这十年的辛苦丢到脑后了 你难道就不生气 赵伟苦笑 他怎么会不生气 不过那是他的亲祖母 他能拿她怎么办 他叹了口气 再次的劝慰妹妹 唉 好了 如今祖母知道错了 不会再说那种话 你就别挠了 你对祖母说的话太直白了些 她听了十分难受 还在那里哭呢 赵秀摔了床杖 拧过头 我也想哭呢 只不过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所以没事做不出那哭哭啼啼的样子 赵伟无奈极了 好了好了 生完气就算了吧 一会儿妹妹还是回去给祖母赔个不是 否则祖母真要哭下去了 赵秀咬牙 为什么是我去给祖母赔不是 我有什么不是啊 他索性下了床 气冲冲地往窗边走过来 哥哥 你清醒一点 这不是简单的孙女要孝顺祖母的礼节 祖母已经犯过很多次错误了 从祖父去世开始 他就一直在犯错 父亲死了 母亲死了 我不是个爱钻牛角尖的 所以我始终认定 害死我们父母的是小掌房的人 没有迁怒到别人身上 可是现在 你马上就要参加相试 皇上答应了 如果你考中了举人 就会给我们父亲追风 这难道不是给祖父和父亲 母亲添光彩吗 祖母当初也对此非常的期盼 还有书馆的事 他也是非常重视的 以心觉得这才是读书人家应该做的 现在算什么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能及时发现祖父的死因 心中愧疚 所以想要回老家到祖父的分前祭拜 甚至打算从此长寿奉险 不来京城了 他把你放在了哪儿 把父亲放在了哪里 又把祖父放在了哪里 他这样的做法 祖父真的会喜欢吗 如果祖父还在试 我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赵伟按住妹妹的肩膀 秀姐 你冷静一些 别让人听见你说的这些话 赵秀深吸了一口气 冷静了一点 我知道这些话在别人听来不太妥当 但那都是我的真心话 哥哥 祖母爱管束我的仪态教养 我虽然不喜欢 但还是愿意听他的 可是现在不一样 关系到我们全家的未来 关系到你的前程 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恶欲屈从 陷勤不义 义不孝也 明知道祖母做的是错误的决定 还不加以劝阻 那才是不孝呢 就算祖母责怪我不顺从长辈的意思 我也不会改变主意 赵伟叹了口气 有些头疼的说 唉 我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有些话 直接跟祖母说 她未必能明白 不如缓缓突之 即使祖母坚持要回南边 也不是十天半月就能起行 时间长了 她自己也会想明白 岂不比你直接顶撞要强 我知道妹妹是一心为了我着想 但若因此而连累了妹妹的名声 我又于心何忍呢 赵秀低下头 撵着窗台上的盆花 不说话 赵伟见了就笑了 哼 好了 再撵下去 这盆君子兰就不能见人了 祖母如今也知道错了 因此才会愧疚难当 她哭得那样 你就别跟她计较了 一会儿随我过去 随便赔个不是 把她哄回来吧 赵秀小声地说 哄哄她也不是不行 如果她以后还是这样 我还是要说的 她偷偷地看了看哥哥 顶多语气为婉一些 赵姨笑了 拉着妹妹去张氏的屋子 不料在门口 遇上匆匆忙忙的卢妈 小侯爷 你过来了 快帮着劝劝老夫人吧 她非要说在这时候去广化寺 在郡公爷与二老爷 二太太临前祭拜 怎么劝她都不停 连套马车都等不及 说走就要去啊 这会儿子只怕已经出了门口 我是回来替她拿斗篷的 她就带了两个丫头 还有前院两个婆子 若是路上遇上人可怎么办好 赵伟微微地色变 我知道了 妈妈快去叫人讨车追上 我这就骑马追过去 你先把她劝住再说 卢妈匆匆走了 赵秀急得直跺脚 祖母这又是做什么呀 哎 如今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 我先追上去 看祖母要去广化寺做什么 妹妹先守在家里吧 你还在气头上 这回子追上去了 也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光天化日又是在大街上 莫得叫人说你 赵秀点头硬了 一路送兄长出了门 就回来坐在客厅里生闷气 张是今日又是哪一出 哥哥说他知道错了 莫非是为此才跑去广化寺的 可广化寺里供奉的 也不过是牌位罢了 家里也有 何必非要跑过去 赵秀真是难以理解古人的想法 他在那里付匪了一会儿 还不见祖母与兄长回来 倒是跟去的仆人回头报信 说张是上了马车 在赵伟的陪同下 去了广化寺了 看来兄长还是听从了祖母的意思 赵秀暗暗下决心 等张是回家了 他可以先服软 但那只是权宜之计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张是继续的任性下去了 他真是被宠了太久 以前被老郡公宠 丈夫死后被儿子媳妇宠 儿子媳妇死后被族人宠 孙子孙女长大了 又被孙子孙女宠 所有人都在迁就他的想法 什么时候他能为别人想一想 前门外传来了马蹄声 与马车轮子转动的声音 赵秀听得诧异 难道是张是与赵伟回来了 不是才去了广化寺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莫非张是又在半路上改变了主意 他走出了客厅 直奔向前门方向 到了隐蔽前就忽然杀住了 一个瘦高的身影 迈步跨过门槛 走了进来 抬头看见是他 露出一个略带点惊喜的微笑 少妹妹 来的竟然是高真 赵秀惊讶极了 你怎么会过来 他也有好些日子没见他了 先前不见他有败帖帖送上 没想到他会在祖母与兄长都不再时上门拜访 高真挺直了腰杆 看似轻描淡写地说道 父王拆我来给你们送书 都是我父王从前收藏的 不是什么珍贵的典籍 也不知你们看不看得上 他身后跟了好几个人高马大的随从 因见赵秀出来都把头捶得低低的 赵秀知道自己唐突了 有些不好意思 快进来吧 请到客厅看茶 说着就引高真往客厅去 见汪傅来赶了过来 忙事与他帮着交接书本 高真落座 赵秀让丫头送上热茶 他喝了一口 微笑道 这是府上茶园出的灰白茶吧 我吃着觉得越发好了 内务府每月也送不少的供茶来 可样样喝着都不如这个顺口 你喜欢 我就叫人每月的给你多送一份 反正是自己家茶园出的东西 不吃什么 那就多谢赵妹妹了 怎么不见老夫人与赵兄 赵秀也不好实话实说 只能含糊一对 哥哥陪祖母去广化寺做法事了 我今儿负责看家 这真是难得 平日一向是赵妹妹陪老夫人去的 我还以为妹妹今日有什么不是 高真顿了顿 忽然觉得这话有些不妥 忙清了清嗓子 改变了话题 今日我带的几箱书 妹妹不如先瞧瞧 虽说对科考无用 但学子科考是为了做官 这些东西对做官的人倒是颇有用处 赵秀还在那里纳闷 高真怎么会知道自己平时总是陪着张氏出门 只有今日没去 不过他很快就被高真后面的话转移了注意力 对那几箱书产生了兴趣 联盟跟在他身后出了客厅 就像你签杀的批评序丝 感谢观看